在成都市五侯区,有一条充满藏族文化元素的特色街市 瑞士人卡迪亚开的藏式手工艺品店就开在知名的藏式一条街上 不仅销售以牦牛毛、羊毛为原料的特色手工艺品 还未有需求的藏族女性提供手工艺品制作的技术培训 因为受身为登山家父亲的耳濡目染 卡迪亚自幼就非常喜欢藏族文化 在她如愿去西藏旅行后 她发现当地的手工艺技术虽然精良 但却没有好的呈现形式 传统编织技巧也在慢慢试传 于是她萌生了将传统手工艺 移植到更为时尚的产品上的想法 当我来到这一回来 和旅行过很多的迪拜登的地区 我没有找到任何好多的 小的、并不太贵的迪拜登手工艺品 迪拜登人只用手工艺品制作的厅房子 而他们没有做到任何好多的 所以我只是想尝试 所以很多人没有工作 很多人都不知道 如何为他们的生活费钱 所以我说 好,我们试试 我愿意试试 经过近两年的摸索 卡迪亚成功将藏族传统编织技术 与现代使用器具结合起来 2010年 卡迪亚开始开班教学 成立了名为 《起舞牦牛》的手工艺培训中心 免费为到程度来寻求机遇的藏族女孩 提供技术培训 从开始培训至今 卡迪亚一共培训了25名藏族女孩 这些女孩毕业后 有的去了工厂继续从事手工艺工作 有的则回到家乡 做起了手工艺品的生意 看着女孩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卡迪亚也十分欣慰 随着女孩们的记忆愈发成熟 他们制作的产品也逐步得到了游客的关注 2014年底 卡迪亚开启了眼前这间与培训中心同名的小店 不大的店铺内摆满了包具 抱枕等带有藏食元素 却又不失生活气息的手工艺品 卡迪亚表示 店内出售的商品 除了培训中心的女孩制作的外 还有一些是她从已经毕业回家的女孩手里收购的 卡迪亚表示 她建立起舞牦牛的初衷 正随着多年来的努力在慢慢实现 下一步 她准备将这些新式手工艺品推向海外 让更多的人关注藏食传统文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